纽时,中共经济裂缝出现消费降级时代来临,中共近几年出现经济放缓数十年畸形发展模式的恶果已经凸显。 今年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的冲击,中国年轻人普遍开始削减开支美媒衬,消费降级已成为中国热门话题广告。 纽约时报8月23日,报道现在房屋租金、贷款、教育费用、十一住行的开销让中国年轻人感到非常焦虑。 在中国街头和互联网上人们谈论的是从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减少开支不吃烙鲤,骑车而不是打车,喝啤酒不喝鸡尾酒,点重杯奶茶不点大杯,放弃健身房去跳广场舞, 而让当局最担忧的就是年轻中国人越来越不愿生孩子。 报道中提到深圳的一个半导体工程师,最近不得不出租了自己贷款,买下的住房,和另外九个人合租了一套四居室公寓,这样可以每月省下一百六十美元。 因为生活压力,他不得不推迟结婚的计划,已经不再约会了报道,说,上周末一篇博文这借年轻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吧。 在大陆社交平台获得超过30万条,评论文中写道消费降级时代也随之轰然而来,报道指出中国经济出现裂缝今年的零售额增速,为十多年来最缓慢,思细的薪成长速度也是全球金融危机,已来最慢股市更下跌。 那一五上周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公布,令人失望的季度业绩投资者正在关注阿里巴巴集团,是否也会公布疲软的业绩,报道说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的消费降级,这也可能让川普在中美贸易战中变得更加自信。 他会认为北京无法再承受更多的经济损失,近期以来中国各大城市的房租暴涨,这是令城市居民压缩开支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蔬菜、猪肉和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也在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共央行前后共放水,约4万亿人民币如此巨额资金投入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将是前面的通货膨胀居民的购买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中国P2P信贷平台接连暴雷,制造了大量金融难民加剧了社会动荡。 金融时报文章指房租暴涨,消费降级与金融难民,是一个源头的三条支流,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收入结构恶化,是源头当今的中国。 穷人在主流经济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费的巨大不确定性,加薪曾则在中间,进退为股。 中共商务部,公布的2017年国内贸易发展报告称,当局面临的挑战在于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趋于平稳。 其他消费成长点暂时难成支撑消费成长后进,有待增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粗放行发展方式,以难以持续中共体制内学者日行刊文趁贸易战可以轻易刺破中共的房地产炮,墨,金融泡沫,引爆中共内战炸弹。 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中共经济,将很快进入崩溃模式。